是的 我们看一下 树式上方的选手是龙氏 他的萨满 他是动物园还是大王树 他的树式 打下边的文化之风的萨满 动物园对萨满 我觉得战棋有一点 是特别特别厉害的一点 就是说他们猜对面职业特别厉害 这一点在上海的决赛 我们已经体会到了 在战棋对阵 YM的时候 我跟马尔松还比较熟 然后当时我跟他聊 他说YM这三个人 是这九个职业 他打完你就知道了 结果最后打三场比较YM 就是那九个职业 就是说他对于每个人 使用哪三个职业都非常的清楚 对 一个都不差 包括之前 我们刚来可能就是 这边回梦照须到没有来 我们来的比较早 但是看伯瓦尔之文和雷亚 是打练习赛 伯瓦尔之文练的就是 萨满打树式 所以我觉得看到 突然萨满打树式 觉得战棋这方面功夫 做的确实非常厉害 然后这边看棋手 然后这边是灵活 灵活 蜘蛛 麦田 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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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的话 萨满的话 其实有闪电风暴 然后萨满打树式 其实一个核心的 就是闪电风暴 还有狼魂来的早晚 两个关键板都在 所以看起来 牌还是比较漂亮的 是的 你切身体会 因为你在决赛中 也是对抗过他们 这样的话 如果猜直接准 其实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你认为? 最大的优势就是会针对 比如说像我昨天 我就 基本上我们就猜中了 对面 没有百分百猜出 其实基本上还是猜的比较准 其实就包括像 用那个王牌 去针对对面的大王鼠 然后包括带了两个不沉默 去针对对面的法师 也是 基本上之前都有过这样的一个 看到了这个 非常充足的一个准备 是属于是 对 这边三费 应该是直接拍下一张狼魂 然后你觉得 这个蜘蛛兑换的要好 还是 不管它好? 我觉得其实都可以 因为 打出来的话 对闪电风暴的话 是更好的 更方便 方便清光 是吧? 但是会夹到对面的场弓 嗯 看的话 蜘蛛什么选择 他选择去 撞麦田 撞麦田 就是说你麦田如果想 换一个狼魂 也是你要 把王羽直接牵出来 也是可以 而且想的是 对面如果阿古斯加上 一个三四的话 现在打完之后 会剩两点血 如果这边小蜘蛛不出来的话 对面两点血的话 他会非常尴尬 而把他打成这样一个 如果阿古斯加上三三的话 打掉一个狼魂之后 另外一个狼魂 可以通过一个一一把它换掉 哎呦呦 这个 这是一个传统 所以就是 就是刚才就是关于小蜘蛛青麦田这个地方 这个细节 大家就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要去深思一下 包括我之前 有一场也是这个小蜘蛛去打 打了鼓动的去撞对面的 就是打小天上架 不然我天上那边是吃掉 但是也是有个细节 同样的一个细节 就是打而不死 但是会对你的下一个调度 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后续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想要就比较多了 是吧 嗯 然后看一下这边 现在来说优势是在哪方呢 你觉得 我觉得他这边可能 他在犹豫要不要把这个麦田撞出来 然后 电掉是吧 如果要电的话可以等一回合 等一回合 对 或者他就是 因为就是他的选择就是说 我如果 可能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如果 如果我在比赛 我会像他不能打 打掉二一 但是我如果在天七的话 我会打掉这个麦田 就像我今天下午 我跟董大师聊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天七对了可能会比较菜一点 但是你 打比赛的话 你如果主动去撞到麦田的话 对面只要不赛 就知道你有闪电风暴 所以 他懂是吧 对 你如果主动去打掉这个麦田的话 对面 反而不会上人 然后你如果 打的二一 暗示对面 那我刚好 对面其实有三分 对面我没有闪电风暴 然后使对面去上一个人 对 就这样他 假装这样他的成功 其实是都引他来哭场 对 这样就是说我可以给你留下一个 二一的一个残的麦田 果然 但是我可以听到你其他人 所以 这就是天七和比赛一个不同 对 这边 感觉上 上当了哈 有点 对 这是可以用一个十海武器 然后加上一个闪电风暴 全清 也可以 刚才怎么想 他在想的是 是不是 留个二一 还是说全清 闪电风暴应该是要打的 对 闪电风暴这个打 没有没有任何道理不打 简直就是 而且手上有刮 然后 如果 下回合 就在上来的话 留个十海武器 或者留个备用也是可以的 然后 当然 全清掉也未尝无可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的 然后全清掉的话 这样跟六回合过的话 七回合可以火元素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 留一个二一的话 也就是说 可以在 因为下回合火元素是过的嘛 就是在 七回合可以打一个火元素加实话 也可以在七回合做一个清场 都是可以的 对 但是选择方肯定是要打的 选择选择非常多 而且在朝着萨满有力的方向走 然后萨满这个职业是 其实是可以做一种二次截场的 就是说 就二次截场怎么说呢 就 就像之前中海 然后就是 我们国内有个选手 就是错过了 在德鲁伊的话 他打其实有一个地方 就打错掉了 就错过了一个二次斩杀 二次截场就是德鲁伊是一种二次截场 然后萨满有一个是二次截场 可能相对比较高端一点嘛 就是说 你给对面留下一个人 但是 因为我们萨满直商的东西很多 我们可以在下回就要把你清掉 对 这个其实是 我跟萨满的玩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可能这个东西大家讲的不是很多吧 但是其实体验一下 哎 这边这张 这张阵击也是比较及时的 可以 比较好的处理掉这个 对 我觉得就是说 是这样子的 这个蛋其实 看他 怎么想 看他是凯普伦大 就是说 这种蛋吧 因为这个动物丸霸佛是非常多的 等它霸佛上一三 你再沉默 其实有些人会更好 因为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一个铺场型的 就是像猎人啊 像王雨树啊 那么我们 当我们有沉默的时候要及时用掉 否则会被这个蛋直接给换掉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手牌是一个 蓝龙一个四四和一个六五 那么对面这个蛋 它直接换掉蓝龙和六五的态率 其实是很低的 是的 或者我们现在上一个卖一个图腾 那么对面通过蛋 它也是撞不出来的 对对对 那么我们这个沉默 其实是可以留下来 然后在一个 对 在一个更好的时机去用 就是 这种所有的这种沉默 嗯 还有包括盛奇很多时候 不是有这一件就可以直接砍的 你可以想这回头我如果不砍 我等下回头砍会怎样 关于一个就是 比如说当对面挂了个武器 我们有小软 我们有哈里斯登的时候 你不要就觉得我一定要上 然后你要想 如果这回头我不上 我下回头要上会怎样 你可以这么考虑一下 哎 你是出现了你说的这个情况 架成了一个三一的话 在那个三一这样子沉默起来 就更有价值 对你可以沉默到对面一个阿卜斯 这样一个东西 这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它是可以作为一个二次这样解厂的 嗯 这个就比较高端啊 听起来 咱们对我来说是 之前没有想过这么多 这些人的理解还是比较到位的 看一下这个 震掉一个蛋 其实双震也未尝不可 双震的话 首先那个三二肯定是 等于一个沉默打一个三二没什么 变不亏 然后这个蛋的话 直接把它沉默掉也是可以的 对啊 当然现在一三这个蛋就肯定是要沉默的 对对对 就这样的沉默就会比那个沉默一个裸蛋 要高 就是好很多 收益要高多了 对 所以如果换我打的话 我也是之前一个零二我不会去沉默 我选择在一三的时候再沉默 明白 这就是根据对面是动物园做一个特性 而如果对面不是动物园 对面是个萨满 那我一般我可能会选择把它直接沉默掉 因为萨满把它加了三之后 可以直接把它换出来 这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思路 对对对 好 现在这个动物 舒适的手里头就比较的尴尬 它是怎么上现在 因为对于 呃 萨满手牌我们看到其实很稳的一个 有一个青蛙还有一个这个火元素 甚至还有红绒 还有我来帮你快攻的 确实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画这么的想法 是想法 是是是 不过 就对于动物园现在是比较难的 其实它其实场上的优势非常的小 但是就甚至说是场面是劣势的 然后 同时还要 雪量上就没有什么优势 还应该是会用黑铁加链代价 嗯 诶 选择 换不到 嗯 这样子打的话 送个蛋 六公斤的蛋 我留个二三 不是会好一点 嗯 因为现在这个萨满的血量比较健康 所以看比较从容的还是处理起来 就是把自己的火元素顶出来 嗯 好这回合 其实我在想 他刚才是九费 小蜘蛛 是两费 胖 这个虚空是一费 然后 大哥是五费 刚好八个全打出来不是更好一点 他这样子大哥又要还一回合其中 其实提前把这个打出来 剩一个五一 其实 而且关键是有个曹锋顶着 如果没有曹锋顶着 你剩个五一其实是并不好的 对对对 但是也要有曹锋顶着 而且对面已经交过了 两张火元素的情况下 你在嘲讽后面的五一其实比较安全的 哎有道理 如果没有说嘲讽 我应该会选择抽一口 但是有嘲讽 这个三个人就抬下来没有什么不好的 这样是 想把大哥完美的丢出来 现在 他王牌的目的可能是要打 这样子 这边有战士 也可能考虑到数据或者大王术 其实他会带个王牌 当然就是说 这边的话 有个武器在 坐边墙一轮 就是 动物园这边感觉就是 机会很大 顺心万变 对吧 怎么说 其实作为动物园这个职业来说 主要自己抽的好 永远都是有机会的 而且其实萨满 从有一种他 你说他能跟上你的脊 但是他没有站住场 比如说动物园怕的是 我场面被你完全押住 那我就没再打了 但是说 只要我场面没有被你押住 那么我永远都是有机会的 所以就是说 这一盘从此之中动物园没有崩过 没有崩过 对 只是说可能是在军事和劣质之间在摇摆 但是动物园从此之中是没有崩过的 所以也没有什么 也不能说顺心万变吧 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很劣势过 说实话是这样子的 也是 就是 并不是说像我们想的看起来那么差 只是说他会被解 但是他并不是劣势 对 因为他的这个铺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大家看今天能够摸到第二个散烈风暴 对 第二个散烈风暴非常的关键 因为 解掉了其实就也就稳定了 基本上 但是解不掉的话好难受现在 大哥 这肯定是要出的不用不用犹豫 他在只是把这个场空最大化利用一下 又一张狼 哎呦我这个场空非常的高了就 但是大哥打过了 这个是不是应该先抽一下比较好的 不过他先抽是要气的 所以说没什么问题 刮 刮 刮应该是要焦的 刮要焦 然后还是 他在想场空的问题 如果焦掉刮的话 对面是 1 3 5 6 对面场空是8 场空是8 在架上有两个狼的话 场空会是10 很很凶险 就必须开嘲讽 对 你看摇 嘲讽的 哎呦我没摇出来 只能是把这个王牌丢出来了 其实 就是说不是什么玩法 就是不裸上王牌 就是我们看到前面蛇活路 没什么机会 还没有机会裸上王牌的 打动物 王牌就是直接被那边换掉 但是其实该上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上的 所以有问题也不大 王牌其实在塞尔满的 这个对抗数字的手法里 是一张不错的牌 因为你没事情做的话 三非丢个王牌 如果是对面是动物园 如果是大王术的话 就更好了 对吧 这个是这样 后葬 还不足以致命 看看再抽一口 是什么 关键的一张牌 楼赛部 这个基本上 就要下火打红龙了 别说他自己的血也不多了 是的 所以说其实挺纠结的 好 嗯 他肯定是要处理掉这个火蛇 火蛇肯定是要解的 对 就是当我无法斩杀的时候 我要降低下我的生命的危险 是的 而且他的想法是 如果我弄过他的武器 其实我不太会被你斩杀 但是所以我要先把火蛇处理掉 然后再屏再屏一回合 这样你过就算过了我的钱 你也没有其他的生物可以打我了 好吃光 然后楼赛部拍下来 把事情拿过来 这样子的话 就看下马好像机会不太大 9 哎呦 风铃主 12 上红龙是没有用的 对 红龙主吃 风铃主吃掉两个狼 对 风铃主吃掉两个狼 这是不错的 然后 再摇一个兔腾 看看能不能开出来 嘲讽 哎 还真开出来了 有转机哈 看一下 吃掉两个狼 只能吃掉两个狼 对 吃别的就挂掉了好像是 随风而去吧 小虫子们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仅次于闪电风 闪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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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一下 应该是 三点伤害 加了一个 对 这样好像是打死了 对 不六啊 啊 不对 还有个嘲讽图腾 对啊 你没看到嘲讽 所以我就说 这个回家嘲讽是非常关键的 就算你抽到 风铃主 你还是要嘲讽 是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极限的一个神抽 就是风铃主加嘲讽 神咬 神抽 火火蛇 但是 只能靠轰隆喷回来了 这个 强行不死 闪电风 这个选手长得最好的一点 就是这样一个屏风 就是他打得特别细 嗯 就在 NL现在在决赛 魔法之风打画头那场 就是几乎就是靠魔法之风 每一回合的非常坚韧的操作 完全是拼回来的 就是 大家都觉得他快死了 就几乎好多回合 他几乎都要死在那里了 最后强行的给他打回来了 黑铁 黑铁 我们看一下厂工是 9加黑铁 11 不够 这样子越来越不够的话 动物园是很危险的 对 因为他自己只有4点的选险了 比如说 我的意思就是 虽然说你看破法之风 其实是一直在神抽 对 但是说他虽然是在神抽 但是他很多的操作 其实是很细腻的 是的 至少他的操作保证 他才有这些神抽的机会 要不然的话肯定就 早晚就被带走了 这个21是要清掉的 嗯 21拼不掉的话 13会被过强 对 就直接就挂掉了 对 清掉就对了 也是一回合看 饭满最后一抽是来什么 来 来个闪电剑采放武器 对 来了沉默 沉默 两个大线胶管不知道 还没在新的沉默 啊 不错 但是对面是有猫头鹰的 所以双架 驾火蛇吧 驾火蛇 这个血后因为 是吧 因为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 其实你很危险的 哎呦 这个是不是 看一看 过 沉默 红龙 死了 死了 对 这个可惜啊 这个可能还是像你说的 驾一个血后一点 但是还是会死 还是会死 一样的是吧 对对他四血还是过强 你也可以 好 恭喜龙氏的动物园 对 新人是战胜了这个 暗民顶运魔法之风 行态得胜 嗯 魔法之风也是摘了耳机 可能 自己休息一下 调出一下心态 对 自己把打的还是很拼的 其实 第一个是很拼 第二个是其实是这个 都是刀剑上跳舞两边 最后都剩下了一个 非常低的血量 然后魔法之风 更是在这个死亡边缘 游荡了好几回 最后还是没成功的能活下来 是吧 对非常坚韧 然后也是靠自己的坚韧 也是靠自己的神抽 其实可能三十回个天就应该死了 然后强行的打了回来 但是龙氏这边也是非常的稳健 就是在对面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 连续神抽心态会崩掉 但是龙氏在对面 连续的看上去该死没死的情况下 还是很稳健的 最后把别人赢下来 他找到了一个切入的机会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对新人来说非常不容易 那魔法之风的第二套牌 应该是他要准备用他的法师了 对 他还有两套牌 是盗贼和法师 对 然后他用法师来打这样的一个动物园 机会还是蛮大的 不好说 不好说 法师得看他是什么法师 首先的话奥秘法的话 打动物园 如果是偏慢速的话不好打 主要是他容易卡手 这个级别 不是靠远是卡手 如果是慢速奥秘法 本身是会被动物园克制的 就是看就是还有一种是相对快奥秘法 这个是可以打动物园的 对 另外要比如说那种快攻法 还有比如说那种冰法打动物园的话 也是都是蛮看的 这边可能是冰法 不一定是奥秘法 看了对 有苦痛 是这边冰法 冰法 冰法打动物园的关键就在于 其实一方面动物园前进铺都快不快 然后第二点就是动物园落赛步什么时候能上手 如果动物园上手不打了 low赛步的话 他就会被冰法给控死的 对 但是如果冰动物园有在 low赛步在一个观念回合 如果low赛步打乱这样冰法的一个节奏 动物园是非常有机会的 昨天我们也看到了一盘这个冰法的动物园 其实昨天那一盘 我有机会把对面提前打出来冰箱的 但是我当时就是没打不到 就是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不知道有其他人没看出来 就是我当时想法就是说 因为我这套其实不是动物园 是一套恶猛园嘛 然后我的想法就是我不想暴露空凝召唤者 然后我觉得我的血量还比较安全 所以我想下回头有没有机会 在不暴露空凝召唤者的时候 把对面打死 你其实是想到了下一盘的对抗 对 我想通过下一盘利用空凝召唤者 阴一下对面一下 但是很厉害 就是那连续两回的牌抽到特别差 特别差之后就只能把空凝召唤者给暴露出来了 其实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子 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把他逼向打错 就是因为我在考虑不想暴露空凝召唤者的问题 这个灵魂火丢大哥已然成为了一个传统 而且动物园打这样一个冰法大哥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对面把你盯住的时候 大哥那通风的污点伤害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没错 所以来说就感觉很疲劳 是很疲 疲软这个手牌常常扑的怪 就是一个场合非常低的状态 双架 这种嘲讽的就是说这种网语的生物是一定要保护好的 其实他看到对面AOE的时候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如果不是有必要的话 即使是四次也不要把它撞出来 再打法师 打其他直接当然是可以主动撞出来 打法师最好我要把四次撞出来 然后这边法师的速度就是我本身的刷牌 在我生命还不是很 不会受到危险的情况下 我就是紧紧地去刷 当我刷到一拨的时候我就可以赢了 那你模法师这套牌里是有红石头的 法师这种牌其实是满看你的操作 但是当你真正理解法师的时候 打比赛的话 其实就是看你自己这样一个控制 其实如果打天梯 你用一套很厉害的法师 其实非常牛的 我三个小姐天天天打过19连射 就是用法师打 冰法就是 是一种控制性快风冰法 因为对面根本不会打 也就是说 其实在天梯有很多套路都可以用的 因为 原因就是因为对面不会 他不会去打你 当然比赛的话 大家也一般都会知道 冰法怎么对付 然后这个时候就要看你这样一个硬实力 我觉得天梯 很大一程度是在于 你怎么去利用对面不会去打 确实 你要会用这个 你会觉得 你会打的效率 上不特别快 但是这个跟你比较水平 有关系 但是不是一种必然的关系 这边的话 师父 来思考一下 现在这个回合 要怎么去打 可不可以点掉 然后上一个默日预言 吸引一下火力呢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在对面 现在肯定是焦宝学 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是的 但是他可能选了人 他觉得场功还可以接受 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这个回合 焦掉这个默日的话 对面场功是 对于动物来说 加二战场功 这个东西 几乎是不可能做不到的 对对对对 因为手上的这种 生活太多了 是吧 然后这边的速度 这样裸上二一 其实也是对的 就是打这样一个法师 一定是尽早的 把它抢掉 只要把它抢到 一个安全线以下 那么你就会有机会 所以一定不要说 是觉得我 像怕你AOE 怕怎么样 像我昨天也是 就是尽早尽早去抢 就是我的所有目的 就是说 我只要拔到 你安全线以下 那我就像没有牌 那我的可攻击 是非常大的 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放任他 在这边挂着冰箱 跟你玩抽牌 在这边 布局 最后肯定出 对因为对面 是一个控制型的牌 就是说你打这样的 一个控制型的牌子的时候 你是不应该考虑卡查的 你打 你打了一种生物套 那你是要去考虑 我去看杀人说 是有点亏什么 但是打控制套 就是我把我所有速度 全部都打出去 因为在你抽完牌之前 你肯定要打死他 要么你就没机会 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 照片在处理 还是都是非常不错的 确实 公园 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还是有自己的理解在里面的 尤其是在比赛的时候 好 这边一只强势的一轮护场 这边挪法之风 出呼 他能选的不多 红石头肯定拍 拍完之后 暴风雪 我们看一下 暴风雪 场上会留下一个 四四和一 一个三宫的 会留下一个三宫的 三一的麦田 四四的这个 就是动数就不用看了 就是不动就留四四 四四和一 就像场面只有我 平下来就可以打出来 他可以选择点掉一个 场攻是五 巨人应该是要上的 巨人肯定要上 因为这个不上牌不上 就零费了 是吧 他要想的是 就是说 是要不要上巨人和末日 末日 就是说 就是说他在想 不是他在想的是 我如果想上末日的话 巨人可能就不 就不太好上 不太好上 对 然后他想 或者换句话说 可能这回合 既然 是没有办法阻止对面 把冰箱打出来 那我上了巨人 然后点掉一一就可以了 然后 毕竟还有一个冰箱 这样看起来 是不是动物源 现在机会比较大呢 相对来说 动物源看 420火这么抓吧 然后他打冰枪 强劲的保一轮 但是现在动物源 场中其实是5 5 对的 看还没 加2 这个必须要去抽的 这轮动物源打出冰箱 动物源机会就非常大 哎 打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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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力带 对 可以打出来了 这个力带应该是一定会打的 对吧 因为每一回 你提早一会 和出冰箱 跟晚一会 和他差好多 对 这个力带应该是给 给那个一一 嗯 不要给这个 给那个一一 这样可以打 这样可以打到更低的血线 对 我还一开始 很细腻啊 也是 他一开始点了三一 我还都觉得 哦 不要点三一啊 点三一就好推了 因为你要打到这个血线 就是灵魂红以下 其实你只要打到 无血以下都可以 对 对 嗯 无血以上是没区别的 但是无血以下区别 是非常大的 好 你为什么要叫我换锅 冰箱还是一定要打 你不能堵这个东西 他可以 哎呦 这个好难受啊 这个下暴风雪还踢不掉 先踢再下 还有嘲讽 好难受 冰箱还是一定要挂 好歹用是够的 这个一三很关键 这一三不挂的话 我还可以选拼影波 对对对 他可以打脸 所以我拼不打脸 我就拼你 拼你 拼你那时候他没有灵魂火 确实 拼你那时候没有大哥 因为这个局面 如果不拼的话还是 我觉得 控制不住了 对控制不住了 但是这个一三一下 我就只能 只能继续控制 因为是双嘲讽 就过不掉墙了 就是 所以说多希望 暴风雪可以打三 就是不可能的 就在一发暴风雪 这时候 主的话是不是 这个局面没有标速 因为你踢不到脸 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一三 其实完全可以选择拼影波 就是拼打对面脸 下回来个火球 对面只有九点血斩杀 但是 只有一个一三的话 你就只能老老实实的 双脚 对 你就老老实实的挂 这个打的没有问题 呼啦 这个算是神抽的一张牌 对 那这样子的话 并没有机会就非常低了 就几乎没有机会了 对 首先你要处理掉这个红石头 然后你处理不掉的话 直接就挂 已经结束了 对 这边就算冰箱打出来的话 这边就结束了 结束了 你这一回和赢的唯一机会 就是解掉这个红石头 同时打出冰箱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结束了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挂的时候 他要想赢 他只能马上抽到第三个AOE 然后他就抽到了 不错 就是如果你不抽到那个练冰箱 控不起来 几乎就已经控制不住了 对对 因为双强 可以破练很长的时间 然后你这边打不起对面 那必然死的事情 所以说回来 最关键的就是 在开始的第二回合 灵魂火炸掉了武器 其实我觉得 当然就是说 他不知道对面 会是这样一个兵法 其实如果真的知道 对面是兵法 其实你 因为我不要太急是吧 对 因为打一个兵法 灵魂火和武器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破冰的一个斩杀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你不在意 对面能抽多少盘 而在于你关键时候 你能不能去破冰 这边 法师碰到了自己的天敌 看怎么把架打下来吧 对 这是一个兵法的天敌 而不是法师的天敌 就是奥秘法 斩杀 其实是有事的 奥秘法 因为他跟兵法 套路完全是两码事 是吧 所以刚才说回来 就是说 就是说 当你知道对面的速度 和不知道对面的速度 其实打法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如果我知道对面是个兵法 那一三 我绝对不会用库冬杀 不过是被他多过两张牌 无所谓的 但是 我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一下吧 我也不一定会杀 但是总之就是说 从结果上来看 当时那个灵魂火 如果不杀的话 东武人赢的机会 是非常非常大的 确实 我这个都没办法 因为其实都是猜嘛 因为你 对 然后你就是把它砸掉了 而且 换句话说 即使你砸了 不丢武器 那机会也非常大的 然后就是 作为一个传统仪式 你又砸了 又留了武器 然后对面 第三点 对面又神抽了 好尴尬 尴尬 加尴尬 加尴尬 对 我还是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个战士 都不喜欢二费上 驻甲师呢 因为昨天我记得 有一场也是这个情况 就是战士二费 这要根据打的职业不同吧 首先就是说 这个法师是没有人的 对于一个没有人的法师 我上驻甲师 其实可能意义并不大 不如多咬点血 是吧 就是说 对于这套法师 就是或者说 之前的那种猎人 就是战士打猎人 包括就是在 纳巴萨玛师 之前的牧师 打这种职业 战士干了唯一事 就是挂机 随会挂机 谁能赢 只要你能挂机 你就能赢 一定要耐得住性质 甚至说 现在版本这种奇迹嘴 你也可以多挂机 因为现在版本的奇迹 斩杀比以前弱了很多 就是说 但是就不是 就是打这法 就纯粹一个挂机 打现在版本的奇迹嘴的话 再尽可能 尽可能多挂机 你就挂着就行了 没如果加一点血 然后你减少能力就强 实在不行 交个乱斗 明白明白明白 我知道你们的词 或者说是 这个助甲是在 有可操控的情况下 能够多刷护甲 情况下 才能够把它丢下来 是吧 对 丢下来了 这个时候准备考虑 这个新人还是挺有实力的 我觉得 我觉得他这两盘操作 还是都是挺细腻的 即使上一盘输了 可能只能联合火打了 其实是有一点冲动的 但是说问题也不是很大 因为他也不知道 对面是这样一个冰法 虽然看到苦痛 就是很可能会是冰法 但是 也没有什么好去责怪他 就他这么打 是吧 就是我觉得 我的意思是他其实整体打的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第一局 对面萨满 那么神仇 换句话说第二局法师 不是神仇练风 法师基本上也很难打 对对对 然后那么神仇的一个萨满 然后他那边 真的是打得很稳 可能很多人 可能心态就崩掉了 他打得还是特别稳 就把人家强劲给赢下来了 这是很不错的 看他这么复理 这个末日预言 有个沉默 直接是可以沉默 就是我昨天我知道 对面会带法师 包括大王术 我就直接带了双沉默 因为法师和大王术 都是算计 你看那边也是双沉默 对 就是双方都是会去 想很多跟对面去调整 包括这个 奇迹雷的王牌 我跟董二世第一 看到是 怎么会有这王牌 对不对哦 这王牌要立功 果然就立功了 非常的有针对性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比赛 其实大家可以看 就是在第三局的时候 双方选手 在第三局双方选手 对面三个比赛 实业固定的是吧 对 这个时候就是 背牌的能力还是挺 非常重要的 都是算计 就是说 因为昨天 像湾尼 他对我 他也是进行满足针对 是的 所以双方都是进行针对 换句话说 如果两方 如果有一方 完全不针对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 被带走了 没得打的吧 对 因为我们看到 湾尼也是双沉默 然后他也想 就是你这个 对于火钉啊 这些 比较后期怪物的 这个生物的 这个控制之后 他一直没反解的 其实是想很多的 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 整个牧师 包括树士 都是很怕沉默的 所以对面也是 那个看到我的卡 这样一个奇迹 也是带来双沉默 应该都是临时加进去的 包括今天我跟董 就是我跟董阿世聊一下 也确实就是临时加进去的 对 不知道 你的贼是带双王牌吗 我也没印象 反正是看到一张王牌 就觉得特别针对了 双王牌 我的贼 我的贼也是双沉默 一个王牌 对对 泰国粉 其实这种还是 对双摩托鹰 双摩托鹰一个王牌 对非常针对 我们觉得非常坏 所以很快 摩托鹰就会 这样子就 又不怕不光荣 对对 然后又不怕那个巨人 然后这边排除了巨人 因为他是要给对面 让战士施加压力 这个是对的 在法师 在 有些法师不带巨人 就不说了嘛 在法师在巨人的情况下 早期拍出巨人 打战是非常对的 因为你 头到后期是没有大的 当然 打战是拍出巨人 被打死的可能性 是很大的 不过 在这种历史对局的话 你要去想的就是 我就 毒你没有 因为你有了 我几乎是必输的 那我就听到你没有 就听到这边打得非常细腻 这边看着这边挂了奥秘 就是说 虽然说这样的冰法 而且包括扇板 它都没有暴露 还有复制 是吧 扇板是没有暴露 虽然说它冰法 其实绝大多数意义 就只有冰箱和冰甲 对 但是 其实是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龙士都没有 陷入一个思维盲点 就可能很多人就觉得 冰箱啦 冰甲啦 对不对 对 然后想着 但是冰甲是不知道 肯定不是的 但是冰箱它还可能就 会下意识 而且关键是 炫火闪被斩杀 就是一个下意识的操作 对对对 直接炫火闪斩杀 然后非常几乎 所以这一点的话 也是龙士打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先送两个末日园 就比较尴尬 两个大嘲讽 所以当时看过来日风 看到对面 选择 先节末日的话 直接打出去 打得不错 这是楼中的称赛 这不是 也正不许跑了 那么在八费的时候 顶一个裸的末日的目的 是为了九费的 红龙战场 否则的话 他这回合 在清掉对面场的时候 如果再给对面一回合 节奏的话 那么在对面场上 还有声务的话 红龙战场是非常难的 他这个是强行求先手 其实就等了 有两个末日的话 永远也不心疼 这一点应该是非常对的 主动的送行 就是强行先手 这个 我之前在福州 有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末日的这个问题 他不准备先喷红龙 他怕对面的 因为对面在这个时候 对面下火的这十费 主要是有三攻击 他只有十四点血 如果他不挂冰箱 所以对面打死的肯定是有的 吼蝶的战场是在范围里而已 这个不敢躲 这个确实不敢躲 这个就是在他看 他几乎还有没有 就是说 假如说这个局面 其实是到一个决定的局面 就必须去躲 就必须去躲 对 因为你在决定的时候 你越不躲 你是越没有机会的 确实 他可能是觉得 他还没有到一个决定 所以他想继续 先跟对面打下去 拍了一个 云尼喷射 拍了个董达尸 现在可以 怎么打呢 末日欲 他现在必须 还是要继续去过盘 他现在目的是 把对面的护甲打下去 只要他把护甲打下去 他就会有机会 护甲打不下去 他是没有机会的 确实 这个战士其实是比较的 去克制了魔法之后 后面的两个职业 包括下面可能出现的奇迹嘴 其实啊 但是其实是还是可以 比如说 以前奇迹嘴的战士 是蛮优势的 现在因为展上能力变弱了 对对对 但是其实其实奇迹 但是其实 还是有机会 其实我觉得操作的 看来拍 看操作的好 我觉得奇迹嘴还是 就是说 没有什么不好打 但是还是很 还是稍微优势一点 就看宽地看双方 这个操作的一个细腻程度吧 还有一个牌子来着顺序 奇迹嘴其实蛮看 这个牌子来着顺序的 今天也是看到一个 在这个暴雪加加滑上 一起的操作 打的我们这个拳手 也是有点懵啊 是这个南海传工 刷冷雪 无面复制的一套 对南海传工 有点黑客戒 这套牌的话是在 我这套牌很早很早 时间就看到过了 我应该是在 九月份的时候 就是在奇迹嘴刚削落的时候 当时在欧洲就有人用过 这套牌也是很早的一套牌 创新能力非常强 好 欧洲的很多牌族的话 其实他们包括美国 他们的牌族 是比国服相对领先一些的 就比如说早期 其实有个hyper法嘛 我听过 对 就是他们很早就用过了 然后那个时候 在八月份的时候 他们就用过hyper法 但是到国内开始用的话 已经差不多快十月份了 明白 踹出冰箱 这边也是觉得没有办法了 就是强行的顶了一个 红龙出去 感觉上机会不太大了吧 对 哎呦 这个赛部真的是 就是冰法在现在这个版本 就是没有以前强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就是洛克赛部 是吧 对 在早期 冰法打动物园 冰法其实是克制动物园的 但是在 在纳拉萨玛斯 这个版本出来之后 动物园打冰法 其实是绝对是不吃亏的 因为动物园固排量 是非常强 那么我们只要在一个 合适的时间 当然这合适的时间 是需要你的能力去判断 但是这种打直接的 都会有这种能力的 那么我们只要在 一种合适的时间 我们顶住这个路路赛部 关键者卡冰法有 冰法就跟不上了 对 比如说这回合 其他本来是可以 做很多事情 但是现在 因为洛克赛部 他只能挂个冰箱 他强行上红龙的目的 其实就是想着 我上完红龙之后 就算我打不到你 但是我下回来 我可以再做一些事情 对对对 但是对面挺出 洛克赛部 基本上是没机会了 已经是带走了 已经是没有机会了 你手中看到 是有一个 武器和一个 吼爹的 这个无论如何 你是没办法 凉血不能升天 但是他 但是他可以加个冰箱 嗯 继续打一回合 但是你这样打回合 你是没有伤害的 是的 所以就是说 洛克赛部 关键时刻 就是会要冰法的命 可以暴风雪 加上一个冰枪 打掉那个螺丝 然后挂个冰箱 他没意义 但是这一块 全体 全体 全体不死 这个时候用武器去砍一下就好了 对 不要用猴子去装万一对面是个蒸发呢 是的 哈哈哈 冰箱 出来了 还有 下回合有后皮 对 还有后皮 怎么样都是 死完 没时间 拍着女王 打女王 动脸 下回合 下回合还是不会死 过拍 关键 就是这其实是 有巨人 有机会 有机会 动脸 动脸 漂亮 其实就算你说的 他就算是在这个决定中 他还是会 他打的一定是最后的操作 包括这个21 可能很多人会显得上21 这个动脸 对 但是无法之风就直接 好 这边这边神抽了一个猛击 嗯 这边如果不神抽这个猛击的话 很难下来 对 还是有机会的 好 所以虽然输了 还是觉得无法之风 在最后几个处理 其实还是非常漂亮的 当然龙氏这边处理的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好 好 这边是龙氏现在 以2比1的这个小比分 暂时是领先了 在这个第一 第一组神手之间 对抗 龙无法之风 现在进入了一个困境啊 对 他的下一个职业是盗贼 嗯 对 然后对面呢 是战士和萨满 但是说盗贼的话 如果能打掉战士的话 其实机会还是很大的 因为贼打萨满 其实肯定是 不是 优势的对 这个毕竟是 打这种慢一点的贼 就是看到 我们看到我们看到了一场红龙 还看到董大师 这套这种贼 我也是见过的 就是偏慢一点的贼 偏慢一点的贼 对 然后包括过8月份的时候 就是 火车完还没有削肉的时候 红龙奇异贼 也是有的 而且红龙奇异贼的话 打战士相对会 还真的还是会好一些 这也是一套 现在来说 就是相对来说 不是那么极端的一个奇异贼 他会寻求一些 在这个中期阶段的一些变化 主要是这套贼 打战士会好一些 所以 还是那句话 他们还是应该是 算到了对面的职业 算到对面有术士有战士 所以说这套贼 相对打战士会比 传统意义上的那种 好一些 要好一些 对 挂机 还是你说的 一定要耐得住 其实 在对面匕首 已经只有一护甲的时候 两费拍个助甲师 其实也是可以的 因为贼姐助甲师 是要浪费四点输出 而且还要给你两点护甲 一来一去就是六点血 就是一个助甲师 两费成五六 就是一个声光束 而且前提是对面要解得掉 如果对面解不掉的话 你要解掉你要毒药加被刺 虽然我们看到这个是都有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 对面下回来是三费 然后我们是有死亡之脚的 假如说对面解不掉 对面拍个什么大地环之类的 或者对面用被刺军期 给我们助甲师 然后我们可以武器 直接把对面打掉 其实是所谓的一个二次结肠 就是说有一个助甲师 可能会不让你用被刺军期 那么我下回后 我就可以直接用武器给你打掉 对 做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 预判性的一个兑换 属于是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你有死亡之后 上助甲师 其实是一个相对 可以的一个选择吧 但是不上 当然也就没有问题的 这种牌 其实在天梯中 是比较难看到的 因为天梯 大家都是为了保证 一个综合的胜率 但是像这种比赛中 就显得特别的 这有针对性 就是说 你说是实施鬼是吧 我就觉得各种牌 都是这样 对 就像不 包括像你说的之前的那些 手牌里的一些 藏的一些东西 都比较深 反正是感觉到了 是什么 说呢 如实这个东西 很多人就觉得运气成分特别大 但是这个东西是需要承认的 就是 对 如实这款 我觉得确实运气成分比较大 但是说你作为一个选手 或者说作为一个爱好者 你能做的 只能说是提高自己的水平 我觉得 这是一个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 就是说 运气这些东西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那么如果我们 自己去做到了 尽力了 那么很多东西 其实就可以去接受的 就有运气是附加条件 但是实力一定是基本条件 对 你做不了基本条件 就不成立 如果你自己不去努力的话 对对对 那很多事情 你永远能做得到的 然后在你去努力的情况下 然后其他方面有还好的情况下 其实你就会有机会去做到一些东西 没错 拍下一个董大师 看这边是怎么解掉吧 这边的解可以是小腹子解 然后董大师至于奇异贼 其实不仅仅是说 他作为快攻的时候有用 他打万主卡主 也是有另外一种作用的 就是他可以偷节奏 因为奇异贼是靠使用牌 对 积累更多的牌来赢对面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你在如果你五分上一个这样一个大师 那么对面会花心思来解他 对然后这样子会拖那么一到两回合节奏 那么也就是说 你会能再多抓那么一到两张牌 对有可能局势就不一样了 对所以就是说 不要认为就是说 董大师他打一个慢速职业 就是完全没用的 当然就是说 像蓝龙这样一个 他是一个直接的过牌 可能说 在打慢速职业 就打快速职业的时候 董大师会好于蓝龙 然后慢速职业的话 蓝龙会好于董大师 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 董大师打慢速职业是没有用的 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 他应该是 对 你们主要去刷炭 我刷刷甲 甲是更重要的 打骑士贼甲比排除了 我只要把你的伤害给打没了 那你排再多都没用了 对对 因为现在咱们的骑士贼 伤害 就比以前少很多 可是他为什么不用小鼠子去解 因为小鼠子加 加上 十四五的房间可以解掉吧 小鼠子加十四五是假的 当时我下一次就跟他讲了 他就看他超热的大肤色 我没有太看明白 不过可能有他自己想法 这回合战士六费 继续董大师 顾上董大师 关于就是十四五的附加一点 其实就是在比赛中 包括平时已经看到了 不止一次 很多人忘掉了 是吧 对 你第一次应该是忘掉了 因为好像想不出太多人 以后他不用小鼠子 用大鼠子 包括以前看一些国外的比赛 也是会忽略 这个还不是那种观景 就是之前有一场比赛 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就是小鼠子没赏 赏了个大鼠子 不是不是 就是十四鬼那个伤害 明白明白明白的意思 特别关键 刷两张 哎没有司机在法 他没有刷到司机在法 司机在法也没用 他会不会用暗影500 这个收回来呢 因为考虑到现在是手里 唯一的一张加地森 如果死掉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段 手牌上钻挡 他现在就是目的 做的其实就是轻护甲 是吧 对 然后我等待红龙 那一口鸡翠 而且这个 差不多回合是要来临了 因为他把对面 打到一点甲就够了 在 有红龙情况下 对面15到30学 其实都是零 所以我的唯一目的 就是把他打掉甲 所以对方 对面现在只有16点学 是 处理的非常好 还是 好 这边 拍赛步 换个视角 就是 就是稍微在 摩海之后里面 可能的 有点问题 他的这个退流 但是没关系 我们先看一下战士 这边 先处理一下 等待这个 后台的技术人员 螺丝 一面 监工 成功了 好 罗赛步 挂了个小斧子 他在犹豫 他想不想解这个罗赛步 他好像解不掉了 谁还解不掉了 对 他先打一打了 翻选 挂了匕首过 然后这个样子的话 那对面 如果砍掉你33的话 我下回合 对 当然对面 肯定会砍掉你33啊 就是说 下回合 我可以通过毒药去解 对 这样子的话 可以给下回合 省三点费用 是 这样子的话 下回合是九费 九费加一身 拍下之后 还有六费 六费的话 刷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如果说 就是看一波 33下回合下的话 会使你的空间变得很小 所以先上 先上特攻是非常有必要的 明白 这边是丢出了螺丝 我们看 加基森第一张 他是闷棍吧 或者选择 还是先图堵 我先隐藏 先隐藏好 还是先图堵好 这是没有差 这是没有差别的 对 然后 还在找四季代发 其实还是 图堵 截掉赛部 还有13血 然后这个螺丝怎么处理 又是个加加基森 还是没有了 可能不太敢砍 应该是 可能应该是刺骨加盆棍 这个要是砍下去 太长了 就没命了呀 十三点血 这边挂了武器 还有一个吼爹 对 这个打战士要注意一下自己 哎呦 吼尔之风也是 把鼠标长时间放在王牌上面 就跟我昨天把鼠标长时间放在这个武器上面一样 明白明白 早来一下 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确实是这样的 就我们看只要螺丝丢下来轰到脸 然后就失血 很危险的就 再来一块螺丝 看打中谁吧 打中谁比较好 你觉得还是打中加基森比较好 对不对 打中加基森比较好 这样只能是 也是比较加血 而且好像 我们看啊 这边战士的斩杀是 十三 现在看到了 能看到 不是十三 是有一个建功的 对 不止十三 这边有双大笔环是非常好的 双大笔环可以加到十六 必须用双大笔环 甚至考虑用暗影部加大笔环 就是连来三口 我的意思是暗影部可以之后用 十六角还是比较安全的 然后 下回合 可以 暗影部大笔环 甚至说这回合就可以收回来 以防被这边乱乱走 就是我这回合装大笔环 然后暗影部收回来 但是我不上 我不加是吧 对 但是我下回合加 应该是还要上个大笔环了 然后暗影部收回来 收回来不上 防个乱斗 对 他在算对面最大的斩杀线 应该就是算到的是十五 十五 看看他这个会不会再加一口 不加是可能一句直接 飞了 再想再想 要要要 一定要一定要 对 拿回来应该是比较好的 拿回来还可以刷一下 拿回来首先刷 第二防乱斗 第三下回来还可以再 还有机会再加三天血 他没拿 对面没有乱斗 这个看到的 开了一个古龙石僧 这轮战士的选择 战士面临的也挺危险的 但是仔细一看 盗贼的场攻是非常高的 选风斩 就是他这么打的话 就是说他在拼对面没乱斗 也是非常有道 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是劣势了 在我练了劣势的局面的话 我就要去拼 我的拼你是没有乱斗的 他如果稳一点是应该拿回来的 先攻 这样放弃了两炮斩杀了 他还是想活命 为主 再砍掉一个 四三 如果想用这个的话 我的意思是如果这样的话 为什么不先砍再装护甲 第一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这个牌是什么时候错的 第二其实是 其实不考虑护甲的话 应该是先过牌 先过牌 过一张看看 然后再去打 再去打 对对对 那么如果已经先把他进攻拍出来了 那就是先打再过牌 对 因为过牌只有1费 你的操作空间是非常小的 是 对 确实就是说有两种打法 嗯 他都没有选择 但这个思路都不应该是这样的 是吧 对 他选择了第三种最糟糕的一个牌区吧 按你说的血是没有区别的 在这种可能有红龙的情况下 那护甲就显得更重要一些 对 我这个地方打得不够续腻 确实 他会得处理得欠处当一点 当然 这边红龙一口 不过我们看那边 这边有蝴蝶的啊 华尔之光 华尔之光 你想得好像清楚啊 对面场空最最最最多 只打我13血啊 蝴蝶是10 然后13 极限 就是他的意思不是 是他还剩13血啊 就蝴蝶最多打不掉我13血啊 对对 因为那边场空是3嘛 对 我的血是16嘛 嗯 然后所以 我还剩13点血 13点血你蝴蝶是打不掉的 所以我就红龙两花去打 很清楚 很清楚的思路 对 从此之中 他的速度应该都是很清楚的 还是算过对面 没有再 有给蝴蝶造成额外两件伤害的 这么一个机会了 所以看 我觉得看不完之光打败 很多时候 感觉其实真的就非常好 对他打败 确实是非常清楚 加盾 没有无济于事的一档派 必须继续过 必须继续过 招战杀 没有 这感觉好像 顶不住了 战士有点 再过一次张 然后斩杀顿猛都可以 对 好的 对没办法了 似乎是 但是这盘 其实说 是打了也蛮精力的 然后刚才 刚才那个 只是一个排序的问题 对 结果是没有任何影响 对结果没有影响 只是一个小排序 是 但我们说的是 应该是 还是这样打好一点 对 然后这盘化之中 确实处理的 也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 该拼的时候 我能拼得出去 然后该稳的时候 我能稳得回来 然后该算学的时候 我能算得清楚 整个思路确实 这奇迹贼的话 很有技术还在那一块操作 也是把这个比赛成功 带落到了这个 第一个决胜局 对 选手局的这么一个决胜局 也是由他的 奇迹贼对对面的萨满 对 我们看一下 这个第三场的一个对抗 对于他自己的一个 非常擅长的一个职业 萨满 这可是你自找的 是法师 对对面是法师 这个 是后提员告诉我们 之前的这个 打错了是吧 稍微上错了 不过没关系 这个 这不影响 这不影响 法师打奇迹贼 你觉得是 谁优势呢 看这法师是个什么 什么法师 如果是快攻法呀 如果是快攻法 打奇迹贼的优势 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我自己用那套 19连胜的法师 就是这套快攻法 好黑啊 我觉得他们都 打奇迹贼几乎 打奇迹贼几乎是不会输的 稳 就几乎是稳赢的 而且这个骑手 看到是非常的顺 那么我们说 龙氏这套 还用快攻法的 可能性为什么 很大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他会觉得 对面魔法之风 在萨满 肯定非常大的 魔法之风 最下场实验 就是萨满 同时魔法之风 盗贼用的非常多 那么对于一个 有可能同时用萨满 和盗贼的一个人来说 那么我如果上一道快攻法 那这个机会 就是说我一个职业 可以直接针对你两个职业 而且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种针对 所以会带法师 对 而且他这个 这盘的骑手非常的厉害 我们看 这看他来的还顺势怎么样 然后冰箱 只要有一个冰箱 排来的顺势好 就稳赢 冰箱就是防斩杀的 对防斩杀 就算没有冰箱 其他排来的顺势好 也是 就是这个直接对阵 只要 不出一把 就九成 九成都拿下 好 直接是拍下一个科学家 这个科学家 可能像你说的 可以帮他拿到一个冰箱 稳定他的这个 过程的几率 主要是这个骑手 实在是太好了 这种偏快攻的法师 这种低费牌 其实是很多的 但是就看他的法师 到底是不是这种 比较极限的快攻 如果是极限快攻 是很难 如果是不极限快攻 可以反过来 谁是有机会的 看冰箱打掉 然后提起打脸 手要落赛步 还可以压出脊椎的节奏 非常好 第一场打得也是非常胶着 直接就是 本来以为是 魔法之风 个人实力 略上一潮的话 不会打得这么级别 但是现在是 双方打得 确实是有来有过 非常漂亮 龙氏的这个发挥 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好 直接是把 魔法之风拖到了 也不知道拖到 应该是魔法之风 才将人把 魔法之风拖到了 扬进去 而且 说实话 魔法之风之前 都已经还是靠省抽 是的 这个 比较出乎人们的医疗 可能稍微也有一点 你这样 进上尸体 双方进上尸体 这个也是 特别求结婚的一个 这套牌 这套牌没看见 螺丝 螺丝 这牌有点意思 什么都有 我的眼力风暴 然后 踏前目的 就静下过牌 对 再挂一张镜像 可以吸球就出费吗 这套牌应该不是快攻法 是其实还是 就是一个快速的奥米法 就是看 就是看它起走 非常像快攻法 它有很多前期的 这个促从 但是我觉得 这个地方就有点问题 嗯 你说一下 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活动 算是不法之风 用萨板和倒队的概率 超过八成了 我为什么不上 到快攻法呢 有道理 好 就像我当时 打决赛 我为什么会上 一套蓝龙贼呢 原因很简单啊 我就觉得 对面冰浪育 他会用牧师和萨板 就是比较很慢的职业 属于谁是吧 因为 他会觉得 我会用战士 实际上会用萨板 然后第二 他 他肯定会用牧师 那么也就是说 在对面 星空已经确定 会用牧师和萨板 的情况下 那我为什么 不用蓝龙贼呢 虽然蓝龙贼 强度没有气贼 但是蓝龙贼 克这两阶更稳定啊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 他不用快攻法 满没有道理的 对 都是心计 都是心计 真的这套牌 打不话之风 你不用快攻法 太没有道理了 他现在看起来 也不错 局面 还是不错的 因为起手好呀 因为他这套 不是快攻法 那样的起手 其实真的是很难的 但是快攻法 打住那样的起手 太容易了 也就是说 他是因为他的起手好 换句话说 五花之风之前 神抽那么多 也该龙贼神抽一下 这个人凭守红嘛 确实 这款他的起手是非常好 如果不是正为好的 一个起手 比他这套牌 不好说 就是 不是那么好说 优势还是优势 但是就不是那么好说 还有一个反制 我可以说 这款基本上就赢了嘛 因为他起手太好了 关键是他起手太好 所以说就赢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即使赢了 还是可能上快攻法 会更好一些 然后这边看不过 这边怎么做 这边就只能反拍 因为他没有其他任何手段 然后跟对面换掉 然后血量已经会非常低了 对面对面一个火球 他就积极 但是下回来是红龙 看对面是 看对面没有火球吧 对面如果不斩杀 瘫一下 但是会上螺丝 火球是打不出来的 然后上了螺丝 螺丝的话 打脸就赢 然后打生物 也无所谓 也还可以 第一场的一个小老门 小老门 小老门 我们不能说大老门 因为其实每个学生都很